因为他不认识字嘛 也不会讲经又没有文化 什么都不会 但是因为他听这个念佛很好 而且这个念佛的方便 简单容易成就又快又方便 所以他去请教他的老师 就是虚人老和尚 能不能教他 我要怎么样来念佛 所以虚人老和尚教他 请他也教他怎么念佛 而且告诉他 你什么样的事情 不用去管 也不用去学了 不用去学奖金 也不用去学怎么样的 你好好老老实实一句名号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那虚人和尚是怎么念佛的 他在哪里念佛呢 在工作上 而且他的工作是很苦的 人家不想干的 他去做 人家不想做的 他去发心 人家不肯吃苦头的 他肯吃 人家不肯去的 他去 通通发心来做事 任劳任怨 不疲 不老 不便 不倦 都是欢欢喜喜 为一切众生 为一切大众 来服务 来工作 巨型老和尚就是这样的 真的 不愿 不悔 不疲 不倦 欢欢喜喜 去对一切众生 去对一切众生 去服务的 很多人 来取笑他 他 欢欢喜喜 笑眯眯的 都对待人的 天天都是这样如此的 无论 做什么样的工作 最难得的 一句名号 从来不离口 从来不离心 而且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地方呢 他最了不起的修饰 是在哪里呢 他呢 自己本身呢 他不认识字 也不稳 没有文化 但是他每一天晚上 睡觉之前 他去拜经 他怎么拜经的呢 你知道吗 他不认识字啊 他怎么拜经呢 他常常啊 请他这些同学呢 给他念经 给他听 比如说念阿弥陀经 那同学念阿弥陀经 给他听 他一句一句 把他背起来 一步一步 把他背起来 他每一句的经 比如说 南魔廉耻海会 佛佛萨 一句 拜一拜 一句 拜一拜 他是这样拜的 他就这样拜的 你想一想 《弥陀经》里面 总共有多少次 他就照样拜 你看他的那个心啊 对阿弥陀佛的恭敬 对佛法的恭敬 到这样的程度 非常的用功 非常的精简 所以大家还没起床 早上哦 他一大早 去工作 去做事 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话的 很多人啊 常常取笑他 作弄他 甚至于啊 有时候来笑他 他对人是怎么样 笑嘻嘻的 笑咪咪的 人家怎么作弄他 都是阿弥陀佛 人家怎么批评他 都是阿弥陀佛 不管有人人家多少说 他没有文化 他一句阿弥陀佛 说他你不认识字 他也是阿弥陀佛 一句阿弥陀佛不利口 今天如果有人骂你一句话 笑话不了了 你不相信 你不要说别人 说夫妻两个 有一天莫名其妙 你的先生早上起来 你还没起床 骂你一句话 或者你在煮饭的时候 在煮菜的时候 我很辛苦 不仅仅为了一个人 要煮菜 要煮饭 每天都操心这个问题 突然间先生跟你讲一句话 你的饭不好吃 你会不会生气 你会不会生气 那个脾气一定起来了 整个脸像罗刹鬼一样 福建话讲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 剧行和尚都是把这些工作当做什么 当做修行 所以很多这些家庭主妇 天天烦 烦什么 烦煮菜 煮饭 洗碗 洗衣服 打扫 种种的 好烦 好烦 对不对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 以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一年还可以带一家人出去旅游 什么都不用管 什么都不用煮 什么都不用洗 每天都是玩 吃 睡觉 对不对 还好 休息当做休息 现在疫情 要出国 心里又难说 你要出国 多担心 所以那个心的闷 更闷 所以 你想一想 你在这个念头中间 你要怎么样去转 那个才是关键的